其实我们去想 所谓的学霸 学渣 其实学渣都挺阳光的 学霸有的时候反而挺阴暗的 你看学霸有什么行为 考试还剩五分钟提前交卷 你就不能再待五分钟嘛 学渣提前交卷 那是吹响回家的号角 学霸提前交卷 那是杀人诛心 我本来就没剩几分钟了 我看你交卷又耽误了一分钟 你们看学霸还有什么行为 考试开始十分钟 他开始就老师第十题 好像少了个条件 老师赶紧看 第十题果然少了个条件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第十题少了个条件 剩下全班同学都发出 啊的这个声音 一部分同学 啊怎么做得这么快啊 说一部分同学 啊少了个条件 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且一考完试 学霸还特别喜欢一起对答案 选B选C吵起来了 学渣快乐多了 走后题我没做 哎我也没做 咱一样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我就是学渣 跟其中考试满分一百分 我考五分 我跟我妈说考五分 我妈以为我又考雅思了呢 就我这个成绩 美国同学可喜欢跟我玩的 他们觉得哎 哎这个中国人挺不一样的 都是说光看成绩 还以为你是美国人呢 你看我考五分 我答了两个多小时 题我都看不明白 写得满满当当的 反正我的理念就是说 你让我看不懂 我也让你看不懂 卷子发现了 还有那种中国同学 会问那种只有女朋友 我都才会问的问题 他说你错哪了 给我吓得 我看卷子说 我哪都错了呀 而且题出这么难 是因为班级里面 有数学大神 出的难 是为了区分他们的 结果他们没考住 我考了五分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而且跟我玩的 特别好的美国同学 他考零分 我一般是个位数 其中轻抛五分 西分 他是零分一分 就我这个分数 人家第一反思 你们这个满分是几分啊 他那个分数 反思你这个分数 是不是二斤值的呀 就我俩这样 还去图书馆 通宵去备考 我俩从行为上 叫用功 从物理上 叫无用功 同学都不理解 我们在这儿 积极个啥劲 他们说我俩 人菜饮的 也不怪他们 学霸去图书馆 天经地义 学渣去图书馆 你最后考那么几分 我还得解释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说实话 我俩在图书馆 其实真没学啥 就是骗自己 我已经尽力了 跟过年熬夜是一样的 都是走个形式 我俩都不是在图书馆里通宵 我俩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守岁 祈求吉祥好运 我那个美国同学 学着学着打瞌睡了 我说这么快就败起来了 最后摇着 光一个头瞌桌上了 我自己瞌醒了 我说我也不了解 你们这边的风俗 反正我们这边的神仙 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其实对我这种留学生还好 想听不懂是可以听不懂的 结果美国同学太难受了 全都听得懂 他又啥都听不懂 学着学着又这样 别都不说 我很佩服他这种 对数学这份虔诚 最后最后说到最后 真的是 其实他们最后 让我们顺利毕业的 学校说 这种人不让毕业 留着在图书馆过年 我真的不知道 看着你 在图书馆过年 小月许馆 在图书馆过年 从小月许馆过年 在图书馆过年